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中心 位于美国西部 也是原住民心中的圣地 黑山 黑山是一座孤立的山脉 从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的北美大平原拔地而起 向西一直延伸到怀俄明州 山脉四季被长青树覆盖 看起来黑油油的 因此得名黑山 尽管整体并不高 最高峰也不过海拔2200米左右 但中国人最熟悉的总统山 又称拉什莫尔山 坐落在黑山山脉的南部 然而 这四个巨大的总统头像 直到1941年才被雕刻在山崖上 除了总统山 黑山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看起来像大树桩的岩石 是美国第一个国家纪念碑 同时也有一个奇特的名字 魔鬼塔 魔鬼塔是当地苏族印第安人的圣地 它是苏族神话中的造物主 坦卡的慈悲创造 是神救助人类的象征 苏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在远古时期 有两个苏族男孩 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玩耍 一只鸡肠碌碌的熊正在附近觅食 发现了这两个嬉笑玩闹的男孩 熊咽了口唾沫 决定捕猎这两个男孩 于是熊悄悄地接近 而两个孩子却毫无察觉 当熊靠近他们时 突然发出一声大吼 犹如平地惊雷般向他们扑来 两个男孩吓得魂飞魄散 但幸好反应迅速 拔腿就跑 熊在后面紧追不舍 两个男孩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 这时他们看到了一块 像树桩一样大的岩石 便手脚并用爬了上去 岩石虽然不高 但熊也试着要爬上来 两个男孩深感绝望 默默祈祷创世主坦卡伸出援手 在苏族语言中 坦卡又称作 Waken Tonka 熊往上爬 已经探出头部 两个男孩紧握彼此的手 无可奈何地看着熊伸出的脑袋 心中高呼 神啊 救救我们吧 这时 晴空忽然雷霆般一声巨响 岩石剧烈晃动 熊被摇得掉了下去 然后 岩石开始快速抬高 两个男孩觉得 他已经高出周围的树木 几乎要冲向天际 过了一会儿 岩石的拔高停了下来 两个男孩发现 他已经远远高出地面 仿佛置身山顶 大熊早已离开 两个男孩终于松了口气 但现在他们面临新的问题 如何下山 两个人犯起难 这是一头巨大的神鹰 降落在岩石顶 招呼着两个男孩骑上去 两个人激动地爬上神鹰的背 飞回了村子 现在 在魔鬼塔游客中心的壁炉上方 悬挂着艺术家科林斯的画作 画中描绘的正是苏族人的这个传说 从此 苏族人便将魔鬼塔所在的黑山 视为圣地 因为他们认为 造物主的降临 将整个黑山山脉都变成了宝藏 也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至于下面埋藏着什么宝藏 苏族人也说不清楚 19世纪后半夜 美国联邦政府 与苏族酋长们签订了条约 保证苏族拥有黑山地区 并且禁止其他族裔的人 永久居留在此 一支美国陆军 也驻扎在黑山附近的要塞 不允许其他族裔的人进入山区 如果苏族逮着了其他族裔的人 也会交给美军 然而 在1860年的一天 有两个加拿大人 趁着美国军队换防的间隙 悄悄地潜入了黑山地区 他们是曼家的兄弟俩 我们接下来就称他们为大曼和小曼 兄弟俩来到黑山 并非来旅游观光 而是怀抱发财梦 才前来这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因为他们听说 黑山下埋藏着宝藏 是淘金的绝佳地点 在之前的淘金过程中 他们已经赚取了两万五千美元 相当于2021年的60万美元 一听说黑山可能埋藏黄金 他们立刻心生联想 想再决一筒金 兄弟俩历经风餐露宿 在黑山山脉中 跋涉了整个冬天 正当他们几乎失去希望 快要放弃之时 突然在一块岩石中发现了金矿 接着在相邻的一大片岩层中 发现了金矿的矿脉 终于得偿所愿 兄弟俩高兴得不得了 赶紧开了一瓶威士忌庆祝 然而 他们面临着如何开采的难题 大曼和小曼兄弟俩 发现金矿后 虽然心急如焚 但他们知道 不能私自开采 美国联邦政府 要求淘金者 先申请采矿权 货批后 必须在几个月内 开采出矿井 一份采矿许可证 通常是政府批准的 一个450米长 90米宽的长方形地块 采矿者挖出矿井后 还要在周围45米范围内 做好标记 然而 黑山是苏族的领地 联邦政府无法批准采矿权 苏族人一直过着 捕猎和采果子的生活方式 对黄金毫无兴趣 就在大曼和小曼兄弟俩 苦苦思索 如何获得采矿权的时候 关于黑山发现金矿的消息 迅速传开 全北美都有人前来 梦想着发财 淘金者们聚在一起 甚至在黑山修建了几个城镇 最繁荣的一个叫莱德镇 也是大曼和小曼兄弟俩 发现金矿位置的所在地 也是黑山里最大的城镇之一 淘金者们向美国联邦政府施压 要求采矿权 政府只得派人去与苏族领袖谈判 希望能收购黑山 并在平原上为苏族设立另外的保留地 虽然这个交换条件优厚 但苏族人坚持认为 黑山是世界的中心 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拒绝了这一提议 联邦政府最终采取武力解决问题 苏族人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他们的圣山黑山 迁往平原地区的苏族保留地 所有淘金者都获得了采矿权 曼兄弟当然也不例外 他们对自家的矿坑起了一个温馨的名字 叫做霍姆斯塔克 寓意着家的温暖 两个人畅想着 在这里安家立业 发大财 兄弟俩赶紧雇人开采金矿 然而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霍姆斯塔克矿坑出产的金量很少 荷包里的钱即将见底 而开采出来的 却只有一些金渣 兄弟俩垂头丧气 而所有来到黑山的淘金者们也都感到十分沮丧 因为没有人开采出像样的金矿 就在此时 一个名叫赫斯特的人出现了 他一眼就看中了霍姆斯塔克的矿坑 准备用七万美元购买下来 所有人都在背后嘲笑老赫 觉得他是傻钱多 居然花这么大一笔钱 买下了黑山的瓶矿 曼兄弟俩当然乐不可知 立刻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老赫 打算拿着钱回加拿大养老 然而老赫却丝毫不理会嘲笑 他收购完大曼小曼兄弟俩的矿坑之后 还顺带手把周边的小矿坑也一起收购了 并拉来了一批专业的矿工 开展采矿工作 结果这一杆就干出了一个美国契金产量最大的金矿 黄金源源不断地从霍姆斯塔克矿坑开采出来 通过当时的EPS和联邦邮政送入了美国的各大银行 以及造币厂 老赫之所以能够发现废矿坑中蕴藏着巨大的黄金量 是因为他是当时美国最顶尖的金属专家和采矿专家 拥有普通淘金者所没有的技术和开采能力 他一眼就看出了黑山平矿的深处运藏着巨大的黄金量 于是霍姆斯塔克金矿文明全球 采矿工人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矿坑也在不断地深入地下 2002年运转了125年的霍姆斯塔克矿坑 终于停止了工作 他一共生产了大约720亿美元的黄金 外加25万公斤的白银 他是美国产金量最多的矿山 也是西半球最深的矿山 矿坑深入到地表以下2、4公里 矿山内四铜八达的隧道总长度大约为600公里 在关闭之前 有2000多名矿工在矿山下工作 占了莱德镇人口的大约70% 在苏族的传说中 黑山是世界的中心 埋藏着不知名的宝藏 但到底是什么宝藏 苏族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然而 从黄金和他带来的财富来看 黄金无疑也是一种宝藏 但是作为世界中心 黑山的宝藏又不止于此 在1960年代 一个名叫小戴维斯的物理化学家来到了这里 他一直在研究一种基本粒子 并希望找到一个理想的环境来进行实验 小戴维斯听说霍姆斯塔克矿坑已经深达两公里 于是联系上了矿山的主管 想要实地考察 主管带着他进入了矿坑 他越看越兴奋 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实验室 霍姆斯塔克公司也支持小戴维斯的计划 于是在大约一 五公里深的地方开建了一个地下实验室 在1970年 小戴带领团队进入了实验室 那么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需要在这么深的地下来做实验呢 难道又是要研究核武器吗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在1950年代 科学家们在研究太阳时发现 太阳内部发生聚变反应之后 会释放一种特殊的粒子 他们把它称为中微子 然而中微子只是在理论上存在 还需要实验来捕捉并测定 才能确认其真实性 小戴设计的实验就是用来捕捉中微子的 为什么选择地下深处来做实验呢 因为小戴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 中微子与其他物质的互相作用非常微弱 容易受到宇宙射线或其他大气辐射的干扰 但是将探测器放置在地下深处 干扰信号就会大大降低 从而使得探测中微子变得更为灵敏和准确 小戴在霍姆斯塔克矿坑的地下实验室里 探测到的中微子只有理论值的三分之一 这就是著名的太阳中微子问题 因为小戴维斯的测量方法非常精确可靠 所以物理学界不断设计实验和提出新理论 来解释这一现象 直到2002年 这个太阳中微子问题才最终获得了解决 小戴因为这一发现 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一发现是在苏族人传说的世界中心 黑山的金矿矿坑里完成的 黑山帮助人类了解了太阳内部的秘密 而太阳又被认为是生命之源 所以这可以说是黑山所埋藏的第二层秘密 但黑山这个世界中心的秘密还不止于此 2002年 霍姆斯塔克金矿开采告庆 公司决定停止开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立即行动 找到了霍姆斯塔克公司 希望投资将矿道的一部分 改造成为新的地下深层实验室 随后 四家政府机构和慈善机构提供了上亿美元的资助 将霍姆斯塔克矿井变成了桑福德地下研究设施 这座新的研究所比美国任何矿井都要深 是研究中微子和其他粒子的理想场所 可以远离来自太阳和地球大气层粒子的干扰 2013年 在小戴维斯当年曾经做实验的洞穴 安装了两个新的实验设备 其中一个叫做大型地下仙气设备 缩写为LAX 专门用于侦测暗物质粒子 暗物质是宇宙中极为神秘的一种存在 不受电磁场影响 对光线既不反射 也不吸收 也不发光 唯一的特征是具有质量 并对引力产生反应 据说 宇宙中的暗物质总量是 我们能够看见的物质质量的5倍 暗物质对于现代科学来说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全新体系 2013年 前述的LAX设备在霍姆斯塔克矿井 进行了80天的初次实验 结果令人振奋 表明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灵敏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器 这个进展是否指出了 苏族这个世界中心的第三层秘密呢 是否意味着 打开了暗物质世界的大门 让我们了解到 比当前可见宇宙更广阔5倍的宇宙呢 如果这是第三层秘密的意思的话 那么和前两层秘密 就绝对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而是宇宙级的了 苏族老祖先的这个世界中心的传说 虽然他们当时不明白 但看来确实是真是不虚的 太平了 这一中国的国家 这一天的人还有 原来的中国人 对方合作的 还说如果是什么 我们基本上